夏天啊,明天送我去到机场,我去到日本,哎呀,那地方可好了,街道啊,还干净,完了购物还便宜 哎呀,你快闭上你那坑吧,你还知道你这个是中国人吗,那50年沉睡的狮子都行了,你怎么还迷糊呢 你别忘了你爹是谁,你妈是谁,你别当他走狗卖国贼,你别忘了九一八,你现在还把日本夸 你想想那南京大屠杀,想想咱们曾经的家,想想他们杀害了咱们中华多少儿女 你现在还想给那帮狗做的送钱花,你有那出国留的钱呢,你不如上劣势零钱买多少花 以前咱们中国武器不先进,让他们霸占了咱们领土八年,现在你再捅一下咱们试试 再抢咱们钓鱼岛,我抢你的妹妹,我日他老 你说这怎么离婚率这么高呢,现在的生活压力太大了 外界的诱惑呀,很荣然于变质,不是人变了,是这个社会导致的人变了 现在呀,条件好了,离婚的多了,结婚的少了 一见钟情的多了,天长地久的少了,闪婚的多了,白头到老的少了 现在呀,结婚就是错误,离婚是醒悟,再婚是执迷不悟 从此不婚,那就是人生大悟,现在最可悲的是啥呀 就是不结婚,你对不起父母,结婚了对不起自己,离婚了对不起孩子呀 你要再结婚呢,一定要好好考虑考虑 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我就闪魂闪离的呀,冲动是魔鬼呀 现在社会真是不一样了哈 以前的女孩呀,会像妈妈一样做饭 现在的女孩呢,会像爸爸一样出去喝酒 以前的男孩呢,会像爸爸一样出去打架 现在的男孩呢,会像妈妈一样在家化妆 过去的社会,我们吃的是红米饭,喝的是南瓜汤 媳妇一个,孩子一大帮 现在的社会呢,我们吃的是白米饭,喝的是王八汤 孩子就一个,媳妇一大帮 以前的社会,媳妇会把第一次留给你 现在的女孩呀,别说把第一次啊 能把第一台留给你,你都烧高香啊 谢二姐,你说我那位朋友那都是一大计恋的小手表 一天三顿小手好,我跟你怎么就比不了 你看你还跟你攀比,先生跟你打个比方啊 咱俩同样坐飞机,你坐头等舱,我坐经济舱 飞机飞丢了,结果是一样的 你开奔驰,我开奥托 咱俩闯动了,扣分是一样的 你带世界名表,我带个十块钱电子表,咱俩走的时间是一样的 不要那么去攀比去 姐告诉你一句话 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 高寿不如高薪 高官不如高薪,就算你当了再大的官 你一个月就开两百块钱 你这官当的有啥用?高薪不如高寿 你一年挣十个亿,挣一百个亿 你活二多岁,人没了 这钱有啥用呢?高寿不如高薪 你就算能活两百岁 你天天在医院躺着书页,你说你活的有啥意思? 所以说人生在世,开心就是最主要的 一天你想的开,吃的饱 记得太多容易老,直不着干就完了